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 今年以来我们的彩票是越卖越好了 不光我国卖的好 海外卖的也很好 以至于有经济学家提出啊 彩票效应是不是和口红效应相似呢 当经济下行之时 很多人选择躺平 但是躺平之后的人生也享有希望 所以花两块钱去买一张彩票 去博五百万 成了很多人的爱好 可问题是 我们应不应当鼓励这种彩票销售呢 今天我们在百活大楼里各大超市中 地铁内都能看到很多商家设置的 自动彩票贩卖机 非常轻松的扫个码 你就可以买一张彩票 甚至有很多年轻人 一下子花六百块钱买一整盒彩票 人家说我要把开彩票当做开盲盒 整个过程刺激又好玩 哪怕最后一整盒彩票开出来 就中了五十块钱 大家也觉得很有意思 商家通过这样的方式 当然增加了彩票收入 可问题是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方式的蔓延吗 就在这两天 大连一所大学的食堂中 就餐的学子们突然发现 哎呀墙边摆了一整排的彩票机啊 你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手痒痒就可以马上过去扫码 买几张彩票 确实在整个就餐过程中 彩票机旁边总是有几个人在不停的买彩票 我觉得商家这次肯定赚大了 年轻人嘛 本来就好奇 本来就冲动 吃饭的时候 少吃一个鸡腿 多买五张彩票的可能性 真是有的 可问题是 商家怎么能把彩票机 放到大学校园之中呢 这不是鼓励我们的学子进行赌博 进行投机吗 相关的高校管理方还说 哎呀 这个彩票机不是他们高校的 是食堂的管理集团放的 然而 你这个食堂进行招标的时候 难道没有要求吗 难道食堂的管理方想放什么设备 就可以放什么设备吗 这样的行为 如果不加制止的话 是不是以后所有的高校 到处的角落 都要摆满彩票机呢 我们难道希望我们的深深学子 在认真求学的时候 每天都去做着发财梦吗